首相马哈迪原定出席 由大马人权委员会举办的国际人权日集会 没有想到集会前夕却临旗转弯 被要求展延集会 人权委员会声称早在数月前就已经决定了集会日期 但巫统总秘书安努亚认为 相关集会是为了硬碰反EISER集会 是事先策划的挑衅动作 甚至被指为一场报复集会 反EISER集会是在周二才获得吉隆坡市政局同意举办集会 和平集会任人有权 人权委员会主席拉沙利对警方和政府决定表示失望 指示政府屈服于极端主义 他们批证了贿赛全球 他们已经以下哟了贿赛全球 已经合作了贿赛全球 他们已经将贿赛全球 他们又谓了贿赛全球 这便是他们对他们的贿赛全球 我们也要贿赛全球 也要贿赛全球 让人们立刻 aos为人们对政権 要贿赛全球 或者向民主书 要贿赛全球 我没有帮助 我认为警方的问题是 另一个外面的原因是 警方正在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注意这些 这些危险的危险 这些危险的危险 这些危险大家 但是我们不想来 我认为 这新 Malaysia 不必招一群群对其他 有一定的观众 但是我们想要有一个健康 在这些危险的空间 没有问题 是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那也好 所以我们将对抗免疫情 的权利去继续 但是这不代表 你使用你的脑袋 阻止其他统许 这不应该是这样的 另一方面 全国人权协会主席 安美佳得知延迟消息 及推文表示 我们再一次屈服于恶霸 而你又怎么看待 人权协会被转眼一事呢 明天的反IRS集会 又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记得留守百格 为你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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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